當我不在廚房那時 我就喜歡去西貢看海鮮 帶小朋友去逛山 放下子妖 西貢屬於我們的喉海灣 比較寧靜一點 遠離繁囂 有時可以放鬆心情 加上海鮮比較特別 例如有些未到季節的東西 它都會在那邊呈現出來 香港的海鮮特別鮮甜一點 因為大家都是叫海魚 除非你在外面吃的海魚 和在香港吃的海魚 就特別不同 靈感在周邊 西貢是其中一個地方 有時我去西貢的朋友 例如像昌哥、輝哥那些 我們就去他們找他們 喝茶、吃海鮮 看看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品種 他們可以介紹給我們 我們又可以增長自己的知識 我叫林玉銘 我在半島加輪流做一星主廚 其實我們都想在環保出分一分力 我們可以珍惜鮮甜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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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可以用一個名銜 叫做尊常盛傳 希望我們用核心的經營 去處理我們的長遠發展方針 鮮濃利的話 我們會先將它起球 起球之後留一條骨 炸到比較甘香 另外第二個菜是蛋白花的蟹鉗 菲律賓蟹的話會比較實肉 大隻一點 蟹肉的精華流入蛋白那裡 蛋白花上來就會吃到鮮味 因為我都去過很多地方 香港海鮮的品種特別多 其實我們去西貢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很多不同品種的海鮮 其實是啟發我們的靈感 可以創作更多的東西 在哪裡 海鮮結礙 有種的水